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铁匠到网络直播的红人 2021年盘锦的老吴忙并快乐着 养羊治病用土方 哪些是良药 哪些并不科学呢 养猪要靠计算器 看会算计的老柴 怎么在低行情下也能挣到钱 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 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 大伙早上好 我是杨佳 盘锦的吴联军 可是咱们黑土地的老朋友了 大伙还记得他不 2020年咱们报道过他 这老吴呢 打铁做小农具 还搞起了网络直播 节目播出之后 不光他的小农具火了 老吴也跟着火了 现在成了网络红人 咱们来看看老吴这一大年 都在忙点啥呢 天还没亮 吴联军起床的第一件事 就是拿起手机 打开直播平台 过去是我做啥 你用啥 必须改变这思想 这是稻田地里头 正在那里捞那些杂草的 下水快啊 青块 下水快 不粘草 像这个爱粘草 一般杂草粘上以后都白下来 这玩意儿 有一次烧烤啊 看这个网了 我就感觉这玩意儿 做这个行不行呢 就是到取笑话了 就弄好了 我就开始干 一天卖一万多 思路灵活 敢想敢干 让老吴找到了新出路 2020年疫情来袭 老吴又学着别人开始直播 4月份我们黑土地的记者 专程来到盘检采访老吴 节目播出之后 小农具火了 而比小农具更火的是老吴 这个火透了 黑土地把我捧上天了 那个走了以后吧 就是胡耳朵了 特别那个 又得到了那个央视 新华社 央工总裁的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啊 铁匠吴联军走红了网络 作为一位非夷传承人 他通过当下流行的网络直播 用幽默风趣的东北化 和精湛的打铁记忆 把自家生产的农具 卖到了全国各地 今天呢 是我们复工一百多天啊 原本猫在铁匠铺里 低头打铁的老吴 一下子感受到了 信息传播的力量 每天他的直播间里 都有新粉丝关注 这让老吴的生活 充满乐趣 而更让他意外的是 自个儿竟然也是名人了 前五六天吧 我回来的 我上了山东 也是山东林 一个最大的一个农具市场 我一感觉是当地学习学习 他们看一看 我在那市场一转 嘿 有认识我的 哎 这不老吴 他们说头 因为咱的我不像老头 他认识你呀 我咋认识我的 你不看着直播的吗 我对呀 我都关注你了 所有感觉非常好 因为好的 毕竟认识了我 还是一种正能量 相比于在网络上的名气 老吴更看重的 是大伙儿对这些小农具的认可 在直播间里跟他互动的人 天南海北哪哪都有 订单都是沙沙的来 大伙儿也对他提出了新要求 过去我只能深压 东北人用这些东西 也还是大众货 都是那锄头 锄头 鎬头 镰刀 这些爬子 这些就是说小农具 就是大众货 但是我们那就是通过网上 通过黑土地宣传 我这个名声大了 干全国货了 南方什么山财刀 什么砍刀 什么那个杀猪宰羊的这些刀 那个各式各样的 一开始活都不敢计啊 没接触过这东西 自个儿都没见过 更没用过的东西能做好吗 老吴可不想就此丢了手艺 可谁承想 这届网友啊 太热心了 为了让老吴接单 那是使出了十八般无益 这就南方财刀 也是财刀 也是砍竹子什么的 砍竹子 竹子 刷刷竹子 这东西 其实咱以前都不认识 都不懂 连看都没看过 但是俩的粉丝 给你画出图纸来 给你拿出那些重量来 让你怎么做 从不服输的老吴 这一下来劲了 咱的手艺美得说 爱琢磨的劲儿也有 那还差啥呢 干吧 虽然操作起来 也失败了好几次 但老吴凭借着 自个儿的钻研镜 硬是把这没见过的东西 生产出来了 研镜都说你是个工匠 说你是个大师 你不会不感觉了红吗 我感觉必须把这东西拿下 有时候睡不着觉 这寻思的事 说睡不着觉 我有一天 七到两点不起来干活 就行这活怎么干 怎么能干好了 必须干好了一箱中 你不用心去做去 啥也做不好 现在老吴接的订单 大多都是南方的 有些订单要排到半年以后 其实这一年不光是老吴在忙 他身边的人也跟着忙坏了 您瞧这位小姐姐 原本是厂里的工人 现在成了老吴的专职摄影师 现在我拍视频 然后把自己还带货了这回的 七万多粉丝了 比我都强 这也是年轻人的 厉害 以前打工三千九块钱 现在但是品它翻倍了 我现在粉丝量也多 现在七万多粉丝 然后挣多少钱 那就否灭了 一部手机 一盏灯 一辈子的手艺 一个老百姓自己的节目 在这一年中 相遇相知 最后酿出了一份浓浓的情 2021年即将过去 2022年 我们也将携手同行 咱们省内啊 活跃在各个村里的 住村第一书记 那可真是产业发展中的 中坚力量 第一书记们扎根农村 找项目咆哮路 为乡亲们忙里又忙外 今天要说的 这位第一书记 有点不一样 他跟我是同行 是位记者书记 他又是如何带领 乡亲们致富的呢 咱们一块去看看 前些日子 网上来了份黄瓜的订单 今天一早 趁着村民在大棚里干活的功夫 高嘉义赶紧和村民们 一起装起了黄瓜 我估计得50多强 实在是拉不下了 还有一个还跟我订十价的 这个稀稀一两 这正好这100盒 我也完事的 村民包迎春家的黄瓜 刚被装好 高嘉义就找来了 村里种黄瓜的老法式 让他给这户 大棚的黄瓜把把卖 和高嘉义料想的一样 村民们现在对黄瓜质量 特别上心 大家都想把自家的黄瓜 卖上个好价钱 高嘉义觉得 这半年来的辛苦 也算没有白费 他说这只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他还有 更多的事情要做 牛屯村位于 大石桥市伯路铺镇 这里的村民种黄瓜 已经有40个年头了 高嘉义是辽宁广播 电视台的一名记者 在去年9月份 调配到牛屯村 做驻村第一书记 他的主要任务 就是帮助村民致富 虽然前期已经了解 不少村里的情况了 可是到村里报到的第一天 他还是傻了眼 就是还是不太一样 就会觉得有很多 比如说你有一些想法 你像跟他们表达 然后要不然就是没有回应 要不然你就会觉得 哎他们怎么会这么想 就是无论是想法上啊 还是一些生活上 刚开始其实还是不适应 牛屯村的状况 虽然出乎高嘉义的预料 可是来都来了 工作还得继续 进村后 高嘉义办的第一件事 就是挨家走访 摸清情况和老百姓 尽快熟络 可高嘉义万万没有想到 村里的人根本不想搭理他 就是尝试小女孩 不一定能干扇动活 也不一定能怎么 就是来玩玩 没合计 是实际帮人卖 城里来的高嘉义 一度以为村里的事好干 却没想到到这儿就卡了壳 工作一度推行不下去 可是住村的工作还得干下去 为了打开村民的心路 他想到了个笨办法 出来的早 我觉得能卖的相对来说多一点 是不 接下来的时间 高嘉义的主要工作 就是帮助村民们干农活 干的次数多了 他了解的也就多了 没想到这个办法还真就揍了笑 一下子拉近了他和村民们的距离 没戴手套就去扣那个 扣那个黄袜 那里全是迷啊 他就去支撃去亲自去摘去 然后该来不懂 问我摘多远 怎么摘 可硬着了 真是这样亲民的 隔几天就下来 跟他就打成一片 因为干农活 村民们不再那么抵触高嘉义了 对村里的情况 村里人的诉求 他也有了底 我们村里基本上每户大概能有两个大棚 然后都是老两口 一家老两口来 来伺候这个黄瓜 其实那个种黄瓜呢 是一个比较费时的 费事的 也挺费人工的这样一项工作 他们每天上午和早晨 基本上都需要来摘 就有一些不好的黄瓜 和一些苗子 他们都需要精简出去 和村民们改善关系只是一个方面 村民致富还得靠产业 牛屯村因为土质的关系 适合的产业变不多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 高嘉义决定帮助村里 提高黄瓜的效益和知名度 不过村民们已经习惯了 被动的等商贩来收购 想让他们自己推广黄瓜品牌 还真就有点难度 大家是以户为单位 每户大概是两个大棚 虽然有三百多个大棚 但是没有一个成型的集体经济 你说公平吗 在我当第一书记之前很难想象 外面一斤七八块钱的黄瓜 菜贩子居然七八毛钱来要收 无非就是欺负老乡 没有销路 不懂得宣传推广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我们牛屯村的黄瓜 打造成一个品牌 这是高嘉义来到牛屯村 拍摄的短视频 视频里讲述了牛屯村的黄瓜 因为老百姓不懂宣传 缺少销路 而被菜贩子压架 从而致使老百姓收入偏低的状况 通过短视频 高嘉义要提升牛屯村黄瓜的知名度 就是先让大家知道我们牛屯的黄瓜 然后让他看到我们大家 就是非常心情地种这个黄瓜 高嘉义制作的视频 真人真事 真情实感 短片制作完成之后 高嘉义把它放到了短视频网站上 不少看到视频的网友们 都向高嘉义订购黄瓜 比如说昨天有一个朋友看到 我的那个抖音号 跟我丢500斤黄瓜 通过短视频 牛屯黄瓜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但随之而来的麻烦也来了 一份一份的话 我们就没有优势 因为黄瓜本身 它不是一个特别贵的东西 我现在如果就是省内的话 我一件快递要10块钱 你说那个黄瓜 五斤黄瓜 它那个成本有点高 除非我就是有量的情况下 我把快递的这个能省下来 这样的话就可以发全国 不过对于牛屯村的老百姓来说 当务之急 还是要先把黄瓜推广出去 为此高嘉义注册了 牛屯村黄瓜的商标 又在网上订购了不少包装盒 通过自己往返沈阳和牛屯村 来给黄瓜做宣传 办法虽然简单 但却很管用 不少吃过牛屯村黄瓜的城里人 通过高嘉义都进行了回购 现在村民们的黄瓜只要成熟了 都要找到高嘉义帮着卖 村民们说第一说起高嘉义 改变了黄瓜的销售方式 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以前也没遇着啊 也没遇着这种现象 玩正事儿帮你做实事儿的 一进追星码 比小发能搞出五毛钱 假如说一天宅四百斤 就得多卖出二百多块钱 高嘉义通过干农活拍短视频 改变了村民对他的看法 而与村民们朝夕相处也改变了城里来的高嘉义 2021年刚过 他在2022年的住村工作也有了新的方向 从技术上让更多我们种黄瓜的老百姓 能够从我们新农人思维 从科技这个行为 而不是就是干农活 物流的体系这些全都建立成 然后我们自己做带货 高嘉义奔走在住村工作的第一线 要想带领牛屯村的村民们致富 不仅需要他一步一个脚印的针抓实干 还需要他因地制宜 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产业 住村第一书记高嘉义 在帮助村民致富的道路上 将继续砥砺前行 本西县铁刹山村的王贵云大姐 种苞米二十多年了 品种好不好 这大姐一品就知道 开春的时候 外甥给了她好几袋苞米籽 王大姐种上之后 一下子就认准她了 要年年种 到底是啥好品种征服了她呢 咱们黑土地为了帮助大家伙 选到好的苞米品种 每年都会挑选上百个市种品种 在辽宁省的各个区域进行市种 最终会把连续几年 表现都很不错的品种 介绍给大家活 家住在本西满足自治县 铁刹山村的一位乡亲 今年就选择了咱们黑土地 连续几年市种 表现都很不错的一个品种 进行种植 这效果也挺令她满意的 今天咱们一块去了解一下 这个种子 这是我外甥他们给拿的 说是辽宁黑土地的 他们给拿的种子 属丝好 往年不知道这个种子这么好 今年头一年种 再往后就结着种这个种子了 王大姐种苞米 已经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效果 能让王大姐 一下子就认准了它呢 一开始在以前种的苞米准 它那啥 它那个粒短 它是半截粒 它这个粒特别深 它那谷畜 你看这个苞米 它就是同样的半 它粒深 谷细 它不就是分量就出来了吗 这苞米属实好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是乾坤105 这个品种 已经经过我们三年的连续试种 表现都是非常突出的 这个品种 轴细 粒深 这就是老百姓说的说 这生麻糬型的粒 这样的粒 就是出脂率非常高 像一个这个磅 比如说六两的磅干粮 它出出来这个苞米粒 就得有五两 它的糊子只有一两 出脂率非常高 而且荣重非常高 想要有好的产量 抗风抗倒的表现 自然是不能差 王大姐说 她家这位置 年年都少不了几场大风 而且地还有些汗 那这个乾坤105 是如何应对这些考验的呢 从梗系开始看 地上 两道散成气层梗 牢牢地抓住地 使大风来了 它抓地牢 所以不爱倒 第二个呢 虚根发达 深入 砸在地下 半米到一米左右 它会 如果是汗的年头 它能更好的吸收 地下审成土壤的水分和养分 使这个泡米更抗汗 不光是根系发达 技术员和咱说 这个乾坤105 在抗风抗岛方面 可是有着多重保障 第二个看节俭 节俭距离 从下往上 一个比一个长 像这样的品种 它就抗岛会更好 而且它是纸跟纸杆 你看纸的非常明显 纸 就是纤维素含量高 柔韧度好 所以大风来了 它起到一个 柔韧度好 起到一个泄氧的作用 在晚上看 看我们那瓣 瓣呢 碎位在1米左右 珠高在2米6到2米7 这是一个玉米的黄金比例 就是最抗风的品种 基本珠高 碎位都是这个距离 看来啊 选对了合适的品种 那对乡亲们的丰收 可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 您在选种选肥方面 还有哪些问题 都可以随时拨打 咱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 与我们取得联系 我们会竭尽全力 为您提供帮助 辽宁卫视黑土地 服务就在您身边 想买物美价廉 好农资的乡亲们 现在您可以打电话订购了 50个含量的稳定型大田 复合肥欧杰特 预定价格是180一袋 价格保底 玉米种子品质升级 价格也实惠 咨询热线 024-865-28168 好了 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 进入谈天说地 大伙儿早上好 欢迎收看由沈农大L570 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 今天是农历腊月20 49的第六天 今天咱们全省都是以多云为主的 部分地区会是清好的天气 北风和东北风3-4级 部分地区的风力是4-5级左右 白天的最高气温 在零下6度到3度之间 夜间的最低气温 在零下18度到零下8度之间 目前来看 空气质量还算不错 但光照强度和时间会比较少 大棚生产呢 要注意及时的增温补光 像这种天气 棚内的病虫害防治呢 咱们建议使用烟雾熏蒸 了解过了天气 来看看香气没有哪些问题 有位观众朋友 他想了解一下 有没有好一点的肥料 给推荐一下呢 那接下来请咱们的技术人员 帮他介绍一下 咱们中化的这个 哈达商品牌 这个稳定性肥料呢 肥效呢 可以长达120天 所以呢 从播种 一直到它的成熟 这个肥效是持续稳定的 供给这个养分的 后期 所以保证了 它后期的一个活样成熟 整个的全是活样成熟的 没有大半病和青窟病的迹象 这就说明了 这就说明了咱们这个肥 为这个作物提高了它的抗定性 本身呢 这个哈达山养分充足 就有一定的抗导性了 但在这个基础上 如果我们再加一个五七八斤的甲肥进去的话 那就等于锦上添花了 让这个甲完全的够用 后期呢 能够壮杆壮粒 不倒服 活样成熟 如果品种和你适配的方法都选对了的话 一亩增产的200G应该是没问题的 还有位观众朋友问到 有没有广式性强米质好的玉米品种 那接下来请咱们的技术人员帮他推荐一下 这个H3五 第一个它是根系发达 它气层梗呢 有散成气层梗 爪地特别牢 而且特别深 能起到一个抗氛的作用 而且在汗里面头 它可以起到一个抗汗的作用 能吸收地下深层的土壤的水分 再有呢 就是它的叶片上冲 叶片上冲啊 等大风来了 它的风阻是非常小的 都不兜风 所以呢 它也非常抗倒 像去年呢 有四场台风登陆我们辽宁 这个H3五啊 基本就是没有出现导服牵线 再有呢 就是这个H3五的谜子 是值得一提 它是纯胶纸粮 呈金黄色 荣重非常高 像卖粮的 就是收粮的 非常爱收这样的品种 一般的情况下 打下来粮 只能达到个二十五六个水 打下来粮就能卖 而且能多卖个一分钱到两分钱 嗯 它的产量是非常高的 而且这个H3五啊 这个适应面是非常广的 南一直到我们大连 海城都能种 北一直到我们这 黑中奖 哈尔明以南 都可以种植 只要基本在两千六百五到两千七百五之间 都可以安全放弃你的种植 你像我们那地区啊 它湿度比较大 耗上病 你说它抗病吗 沈东大L570啊 是非常适合咱们辽南地区种植品种 特别是像咱们大连地区 它属于一个高温高湿啊 一个地区 这样地区有什么不好呢 它容易上病 像咱们常见的大斑病 小斑病 像一般品种啊 补抗病 在咱们大连地区呢 是种不了了 但是咱们沈东大L570呢 它高抗 大斑病 小斑病 夜斑病 对于咱们高温高湿 常见的一些病害 它都都有很好的一个抗性 所以说它是非常适合咱们 沿海地区 辽南地区种植的一个品种 你像我们那地区啊 往年都种细子大半的 那我改种它 我合适不 产量能好不 它的产量啊 是非常高的 正常呢 它的单数种呢 在六两左右 一亩地的母宝苗呢 在三千五百株 你自己算一下 它的产量多高 哎呀那真不 乡亲们选包米种子啊 就必须得选一个抗风的品种 为啥呢 一场大风 把包米都给吹倒了 别说能不能积收了 这产量还得打折呢 家住兴城海边的孟大哥啊 种包米十来年了 就因为海边风大 这包米啊 年年倒幅严重 听说今年换了个包米新品种 情况马上不一样了 眼前的这片地 就是孟大哥 市中的包米新品种 几场大风 冰雹 地里的包米 不但没咋地 而且产量还增加了不少 大哥你估计一下 你家今年产量能达到多少 1500斤吧 1500斤啊 那是保守1500斤 咱可以看看这个瓣 咱掰一个行吗 咱可以看看这一瓣 这达到二十几公分的 达到二十一二吧 二十一二吧 二十一二啊 这个得达到二十四公分的 对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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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个瓣非常细 这个瓣 这个子粒非常大 对 你看这大粒子 对 子粒好 多大粒子 瓣太细了 像是细 这样它出粮的 对 这一半你估计这一半得多成 也得有六七粮 六七粮 这一半干粮都得五六粮 你知道吗 你这种小四千来喝 一半那就打四两粮吧 你看你这一目的的产量 是不是又出来了 轴细粒大 抗岛福 最重要的就是高产 中大业这回啊 可算是找到宝贝了 那究竟是啥样的包米 实力这么强劲呢 不行 包上瓣挺大 肝还不出 抗岛福呗 抗风 烙点汗点都行 这个也就是一尺左右 再稍微远一点 种到一尺二 对 通风好 通风好 像咱们这个风格还大 对 抗岛福重远了 你就密了 反而涨率高 顺便一个人提高 对 所以说带重时来年 过年带重时 对 再给他加 对再稍微洗一点 效果会更好 咱说质量是销售的基础 这句话呀一点也不假 如果说您对咱们的沈农大L570感兴趣的话 只要拨打一个电话 好品种就能送到家 辽北地区沙土地比较多 种包米产量也不高 如果再赶上气候不好啊 都有可能绝产 今年呢 这天就不太给力 乡亲们选种 到底该咋选呢 跟着二鸭去看看 你说说今天这天啊 不光是水大 它风也大呀 你就像南辽北的沙土地地方 哗哗大风一挂 满天啊像下沙子似的 今天啊 我退去找咱技术员问一问 就这沙土地咱该咋多利 杜技术员你好 你想咱们沙土地 选啥样的品种呢 像我们那些沙土地啊 它的特点就是不饱水不饱培 我建议大家想像 红硕635这样的品种 因为啊 这个红硕635这个品种啊 它根系特别发达 抓地特别深特别牢 第一抓地深 它可以吸收地下深层 土壤的水分和养分 起到一个抗汗的作用 第二呢抓地牢呢 它可以起到一个抗风的作用 大风来了它不会倒 抗烙又抗倒 咱们的新品种 红硕635确实是给力 特别适合辽北的沙土地 这么看来 咱们二压这些是没白草 这不 它又开启了追问模式 你看哈 这沙土地儿保 既不饱水也不饱肥 你说我得选一个啥样的肥 能让这个前期不缺肥 后期不脱肥呢 我给你推荐一个欧杰特 这个用48含量的肥 我们这个48含量的欧杰特呀 用的是树脂包模技术 而且是一个缓式的肥 在玉米生长期 它需要什么肥 就释放什么肥 而且我们这个肥效啊 能达到120天以上 所以我们宝米生长是127天 可以在宝米生长的全周期都有肥 用 虽然这种子好 肥也给力 但是咱黑土地的技术园小杜 还是提醒大伙 一定要科学种植 千万不要抢伤 否则由于种植时间过早了 地温低 导致出苗慢 缓苗时间长 大家伙可就得不偿失了 像我们这些品种 生育期在127到128天 种植时间不要过早 不要说40分人家 有种7十大半的 我们就去种地 因为我们生育期 根本不是一样的 我们要达到辽北地区 达到5月10号到5月20号之间种 就完全可以 啊明白了 这种地啊 还得问你们明媚人啊 好种子再遇上好肥料 这就叫啥 因地制宜 科学种田嘛 养羊的乡亲们啊 经常会用一些土方法 有一些呢 听起来很奇怪 但真挺好使的 可是有一些呢 就没啥科学依据了 今天咱们就请教一位养羊的专家 看看这些流传开来的土方法 哪些可行 让大伙少走弯路 如今养羊的农户不少 大家对科学的养羊技术 也是越来越重视 不过民间流传着一句老话 偏方是大病 那么那些流传了很多年的养羊土法 到底有没有用呢 刘志军跟羊打了四十年交道 土的羊的都见过 接下来就请刘老师给这些土方法 把把麦 羊选是羊最爱得的皮肤病 不仅会让羊横肚骚痒 治疗不及时还可能传染其他羊 民间流传着一种土方法 给得了皮肤病的羊抹肺肌油 问题来了 肺肌油治皮肤病有效吗 有效 但是不值得提倡 就是肺肌油 就是这个羊得界险 按照土话说 胜赖了 胜赖了 它这个赖这个寄生虫 就是 它需要 这个有氧的环境 蒙肺肌油 你可能就把它 密死了 它就缺氧 也能起一定效果 但是不值得提倡 为啥不值得提倡 我因为就是说 现在有这个除奈灵 这个像这一类的药 提表计算中 去提表计算中 就是物美加量 用肺肌油治羊选 虽然有一定效果 但前提是皮肤没有溃烂 否则容易造成发炎感染 最关键的是它的效果 并没有对口药见效快 肺肌油治皮肤病 刘志军推荐指数 一颗星 到了冬季 圈养的羊 都容易出现 拉稀的现象 在大西北地区 养羊户们就流传着一种 就地取材的土办法 把高粱炒熟 再磨成粉 用来制腹泻 问题来了 炒高粱治疗羊腹泻 这个土方法有用吗 有一定的疗效 就是羊高粱里头 含的这个营养的物质里头 有 就是止血的营养成分 所以 高粱中含有较多的柔酸 具有较好的收敛止蟹作用 而且对肠道细菌感染 有一定治疗作用 炒高粱制腹蟹 刘志军推荐指数 四颗星 除了炒高粱 接下来的这种 制拉稀的土方法 就很另类 用锅底灰 有的养羊护 会取少量的锅底灰 磨成粉 合金资料搅拌均匀 为食 问题来了 锅底灰制拉稀 靠谱吗 锅底灰 主要的也还是炭 炭有些 对这个拉稀来说 有一个蘸到长年膜上 有一定的吸附作用 有一个有一定的良效 锅底灰制拉稀 刘志军推荐指数 四颗星 除了腹泻 冬天羊最爱得的 那就是感冒咳嗽了 制咳嗽 在咱们大东北 流行一种土方法 啥呢 就是拿个碗 打两个蛋清 给羊磕下 问题来了 制咳嗽用蛋清靠谱吗 没有什么根据 鸡蛋清主要就是蛋白 蛋白它也治疗不了咳 制咳嗽用蛋清 这种土方法 刘志军推荐指数0颗星 土方法用好是良药 用不好就是毒药 刘志军说 看似有效的土方法 也要依据具体情况 谨慎使用 毕竟有些病症 不能仅从表象上 简单判断 盲目治疗 专业的事儿 还是交给专业的兽医吧 搞养殖 想要赚到钱 不光要靠技术 还要看市场行情 辽阳灯塔有个老柴 在养猪护里啊 挺出名的 为啥呢 行情好的时候 他比别人赚得多 行情不好的时候 他也能保证效益 要问老柴有啥绝招 就跟过日子一样 得精打细算 老王 来 台主 这又借原料了 你好 先借原料 现在主要怎么样 挺好 我今天来呢 看看这原料 质量 定点料 行 我看看 这什么原料啊 料不够了 他叫柴岳斌 是辽阳众和养猪合作社的社员 因为养殖年头长 经验丰富 大伙都叫他一声 柴总 柴岳斌 在合作社里有两件事 特别出名 这第一件事啊 就是认真 打一进门 就对这些饲料 左问右问 每次只要他来 合作社里的李氏 王之明可不敢马虎 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 看看我的进口一碗 这超级成细一碗 这都能吃 嗯 这挺细烟 嗯 细烟度够用 看看是白糖 这白糖都能吃 哎 这种是白砂糖吧 白砂糖 嗯 挺好 最后打的订多少料 嗯 给我来不顿吧 以前都吃了东西 来不顿了 那你住不够大了 马上我得算计算计 买料还得算计 没错 让柴岳斌出名的第二件事啊 就是贼能算计 每次来订饲料 不管是心里还是手上 那一算盘打得啪啪直响 算计好啊你 我去算计算你 我得用多少料啊 哎呀 没事多能给他放着 不行啊 那位住屋马上够大了 那位大了 就是赔钱了 哎呀 这呀你真能算呢 你每次来到这一天啪啪 你也算呢 哎呦我天 必须算呢 你是真能算呢 柴岳斌到底在算什么呢 为了一探究竟 咱记者也来到了他的家中 一到这儿 哇 人家又算上了 这主啊 差不多了 够大了 快卖得了 看他就一掌心嘛 同学在卖得 你到哪里 不行啊 这这上批都是 上批都是 这台位就赔钱了 撩住笔搞了 妻子关华丘还想争辩一下 可柴岳斌拿出小账本一看 他也只能听话了 柴岳斌到底是怎么说服妻子的呢 要说比就是植乳入栏了 下地开始称重 称多少多大的重量 比如说二十斤入栏 然后你吃多少料 比如说像我上批的数据 是二十斤入栏 吃这个四八头主 吃了一万三千多头 一万三千多斤料 而把这个植乳的重量 跑去就剩下出来 就料肉笔了 原来柴岳斌算的是料肉笔 他的小本上记着 一头猪涨一斤分量 需要吃二点八斤的饲料 这样一算 一头猪的养殖成本 也就能清晰了 这一年猪行情不好 根据料肉笔和毛猪价钱 他还算出了猪出栏的最佳重量 按照现在这个八块左右 价钱吧 就是二百七十左右 咋样在大家都说养猪赔钱的时候 柴岳斌不仅不赔钱 还能挣到钱 柴岳斌从2009年开始养猪 刚开始养的时候也是冒懵 有一次赶上行情不好 一下赔了好几万 这才让他有了精打细算的想法 我还说的 我说你有什么可说呢 我说你就喂吧 算他干啥是 那我也不明白 柴岳斌说 行情我们控制不了 但是我们可以控制成本 让风险降低 在养殖中 饲料是重中之重 柴岳斌控制成本的第一招 就是加入养猪合作社 饲料的好坏直接影响料肉比的高低 这就是为啥柴岳斌每次来到合作社 都要详细检查饲料的原因了 柴岳斌控制成本的第二招 就是自繁自养 提高产子率 正常产就是比说十个 因为我这个就是料啊 防疫各方面到位了 我说一我产十二个到十散头 不就多产到散头吗 散头乳 一头乳按成本算350 散头乳就一千元 一个母乳 因为一年产到两我 两我不就是一头母乳 多给我创造两千元的利润了 而在管理上 柴岳斌也是精打细算的控制成本 冬季阳路就是第一个注射的保暖 温度低了 它冷了 冷 它冷了就得靠自身的发热量 发热量个什么来的 是个料来 用料来转化来的 在200斤的度 你就是20左右度 你再高了里头 暗气味就大 石度就大 你要是150斤度 就得23度左右 但我自己自己理解 没有什么可统计的数据 就是我就是什么说 养猪的竞验嘛 精打细算的柴岳斌 在养猪上可是费尽了心思 但是努力不白费 这份细致也给他带来了好效益 人多挣钱呢 你别人挣一万块钱 人家能挣一万二或者一万三 照别人能多挣点 他没赔过 只不过就是多挣少挣之数 没赔过 就是近年这个低谷 就是对于他来说也能挣几十万 现在柴岳斌养了700头猪左右 每个月都会出栏一批 而他的小账本也会跟着行情实时更新 怎样柴岳斌的这股认真劲 是不是还挺靠谱的 赶紧学起来吧 好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 黑土地推荐的好种好肥 正在热销中想早点准备农资的 您得赶紧订购了送货上门 另外咱们黑土地和中国农资联合 推出了欧杰特系列大甜肥料 如果您想和我们一起经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